站住 站住 你给我站住 我的头好疼呀 胖子 胖子 你没事吧 我看看 啊 胖子 你的头破了一个大口子 破了好多血 这要吃多少肉才能补回来哟 李嘟嘟 你没事补我干嘛 都怪你 我也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胖子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老师 胖子被李嘟嘟不小心抓倒了 头都磕破了 我看看 你这头上 手上是血呀 还是红墨水啊 这也没伤口呀 胖子 你是哪里疼 你刚才为什么哭那么大声 我刚才头疼得厉害 不过现在不疼了 没有伤口 不可能呀 我刚才明明看见胖子头上 有一个三厘米左右的伤口 可是 你刚才擦掉的是血 血可以证明 刚才胖子真的受伤了 快小道 你别胡说八道了 老师都说没事 你不会是讲碰瓷吧 我没胡说八道 老师 你相信我 刚才胖子头上 真的有一个好大的伤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伤口一下子就没有了 我刚才也感觉 头上好像流血了 难道是错血 要是真有伤口 怎么可能好那么快呀 快小道 可能是你看错了 这个红色的 可能是胖子 不知道在哪蹭的红墨水 而且李嘟嘟已经道歉了 大家都回去上课吧 胖子的伤口 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呀 哎呀 真是气死我了 莫名其妙的被大家冤枉 全校计刑呗 全校计刑呗 怎么了这是 出什么大事了 什么 有人进了校长的秘密实验室 校长的超级免疫力增强医生菌被偷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们有人进了校长的实验室吗 没有 那就好 那应该和咱们班没有关系 老师 那个超级免疫力增强医生菌是什么呀 那个可厉害了 校长说这个饮料喝了之后 可以让人的免疫力增强100% 喝了之后可以抵抗身体里的所有的病毒和细菌 就连伤口都可以直接预合了 哇 真有这么神奇吗 我表示怀疑 伤口可以直接预合了 哦 我知道了 我相信 真有这么神奇 早上袍子头上的伤口一定是直接预合了 所以是袍子喝了校长的超级医生菌 所以 我没看错 早上袍子头上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伤口 是你们冤枉我了 难道关小豆说的都是真的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袍子 你喝了校长的超级医生菌了吗 没有呀 我可没去校长的实验室 那袍子 你今天有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呃 有 今天刘蛋蛋拿了一瓶优酸卢 他说是世界上最香的优酸卢 一块钱可以喝一口 我闻了一下还挺香的 就喝了三口 难道那个是校长的超级免疫力增强医生菌 哎呦我去 这也太刺激了 好 我知道了 我告诉校长去 事情大概弄清楚了 袍子吃的确实是校长的超级免疫力增强医生菌 我也查看了袍子摔倒的地方 地上确实有血迹 证明袍子早上确实受伤了 怪小兜儿没看错 你就是嘛 我怎么可能看错呢 那是刘蛋蛋偷偷进了校长的实验室吗 到底是谁偷拿了校长的东西 要等我们查清楚了之后 再告诉大家 小伙伴们 你们猜一猜 是谁的胆子这么大呢